各位罵迷朋友好,又是我Kenny,雷文 跟大家研究5月30日第三場賽事直奴4班1000米 首先在這裏多謝各位有加入會員計劃的師兄 多謝你們的心意,多謝你們請我吃早餐 多謝大家 跟大家說第三場四班直奴1千 今天這場馬數量後,有些實力馬數量不太好的檔位 亦有一隻馬試閘,試得很好 有一隻上場跑得不錯,亦有點意外 再加上有些沒有1千賽職,亦亂一點 但就好像庫高八斗、影疾、彭彭聲 彭彭聲和庫高八斗上次的檔位更好 今天的檔位又差了,究竟有沒有影響呢? 大家都要量度一下 先說這隻 等一等 看就不看這麼多隻 看一兩場就算了 看這隻庫高八斗,當日撿過13檔 今天撿過1檔 贏馬的超新星再出發活谷跑到第四 都拍明驅贏馬 高能量跑得近 戰紅三千、中華之江那些都跑到進來 中華之江是跑長途、泥地 沒有關係 那隻旗利斷金試閘已經是56秒6 他又倒閉了頭 但是很大步 跟那隻街周海那兩隻是形條街回來的 末段是21秒5 這隻馬試閘都試56秒幾 都不太簡單 但是稍後再說 我想和大家看這隻 刀柏明驅 那隻彭彭聲和那隻綠豆怪盒 那天的步速 第一段 那隻庫高八斗 守住一下 慢了兩線 彭彭聲是放在前一點 彭彭聲快了兩線 第二段彭彭聲快了一線幾 末段 那他叫做OK的時間 其實回來有少少垂手 如果不是可能有Q的 那隻綠豆怪盒 怪傑被人撞 想看馬修 都是看一隻 看一隻 看哪一場 好呢 看一隻 褲高八斗 今天撿他一檔也要看他 很多票 當日 這隻 十三大白臂 那隻 前一場塞車 田大安 左望右望 才跑過Pay 但是今天一檔 就在這裏 刀柏明區 就在這裏 第三位 超威星 最入的 八進紅風 藍晚舟 黃沙王 刀柏明區 這隻 褲高八斗 連續兩場 都是有遮擋的 今天一檔 就不知道他會怎樣 就是這樣 刀柏明區 那一早騎出來 回來捱他第四下場 保重 保重那場 就是彭板聲那場 但是他這場的時間 是開到五十五秒八 今天就加了他六磅 對 加了他六磅 大家看看這隻 刀柏明區 贏那天 彭板聲 和綠豆怪傑 怎麼跑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那隻綠豆怪傑 撿過八檔 一起步 就被人撞了 撞了兩下 這隻是綠豆怪傑 格仔三 那隻就是彭板聲 這裡撞了兩三下 如果不撞 他會放在什麼位置 那隻彭板聲 其實跑得很好的 這隻就是彭板聲 那隻綠豆怪傑 其實開頭的沒段 都不太騎 後來也要鞭他上來 這隻彭板聲 在這裏開始追 這隻還未看空 那隻綠豆怪傑 梁家俊 當日 這裏也沒有什麼騎 好了 這裏變下去了 才開始有些位置上 這裏有些垂手 蔡明紹 如果不是自在人心 那條Q 應該沒有了 這裏開始沒有什麼騎 那隻綠豆怪傑 後來這裏 就撞著了 其實他都站起來了 你看看 這裏開始適應一場 那隻馬又壞了 後來就倒了 終於都要贏了 但也叫他輸幾個馬位回來 今天想和大家看看 那一貨試雜 那隻夢想成真 但今天真的未必可以選擇這隻馬 大家看看他的雜 看看各位喜不喜歡 那裏執過五檔 和那隻加州海哥都連續兩場OK 兩隻都扔掉了 很漂亮的 樣子 頭側側的 第一段他開十四秒 比正常時間慢了 五六線左右 究竟他比 如果前面再比下去 是否OK 好運寶寶 第六位 綠色三三 複雲 後面五隻月風泰 由頭側側的 旁邊那隻就加州海哥 踩到後面兩隻都扔掉了 是指衝明 包尾那隻 黑衣服 是極盡非營 好了 跑了一段 夢想成真 是魚 一直抹進去 加州海哥 拍上來 後面的馬友 好運多寶 紅衣服 好運寶寶 第四位 外面月風泰 上了一些 中間電索飛彈 上了一些 入面三三複雲 在後面三三複雲 在後面四二個 一隻都扔掉了 最後一把,彈彈獨鬥,外面夢想成金,一路押著加州海國 看這貨集真是印死你,看看後面的對手 後面的對手都是一般的馬尼,但時間是OK,跟大家說神操 一號的富高八斗,莫雷拉有試過草地積極 二號的龍鑽輝煌何宅堯,但沒有騎,積極 三號的影侄,潘頓有試過草地,賀冥蓮又碰過,潘頓沒有騎 四號是新的,受過傷2月26日才復貨,重發試兩貨集 不是新的,受傷今季出 五號的慣性情緒,保持功夫,六號的綠豆怪傑,保持功夫 七號的夢想成真,何宅堯有試過兩貨集,剛才看過一貨很好,五十六秒幾 八號奇妙日,書園過來跑直路,梁家俊又碰過,保持功夫 九號的彭彭聲,保持功夫,十號威風嵐嵐,史卓風又試雜 又試草地,很積極,未跑過直路 十一號的梁貧共勝,薛恩又試雜,蘇迪紅又試雜 潘明輝又試雜,潘明輝騎 十二號的珍開心,梁家俊又試雜 周俊樂又碰過,都是積極的 十三號的海豚星,很多人試雜 很多人碰過又試雜,波見史,賀冥蓮,王浩南又試雜 十四號的睿俊,梁俊,楊明倫又碰過,保持功夫 今天容天鵬出兩隻,正選就是這隻彭彭聲 上次騎的古惑調動,一號原裝配搭莫雷拉 二號國能轉田泰安,三號潘頓轉賀冥蓮 四號今季出的,不知道是什麼 五號莫雷拉轉陳家熙 六號梁家俊轉賀冥蓮 七號新野,八號莫雷拉轉梁家俊 九號原裝配搭蔡明曉 十號田泰安轉史卓豐 十一號是潘頓 潘頓變成了潘明暉,十二號 十二號,黎海榮,十三號也是黎海榮 十四號是原裝楊明倫 這場馬,因為富高八斗上次執了內檔 即是外蘭,今天執了最內檔 那隻彭彭聲,上次多少檔 上次都是十一二檔 中間那裏,十檔 十檔,今天又執了三檔 即是檔位又差了 至於時間上,你看到新野,夢想成真 其實真的可以加入一戰 但他又執了四檔 剛才那貨集,他都是網空的 他都可以的 究竟前段,如果擠快些回來 有沒有剛才那貨集那麼厲害呢? 沒有得猜的 這些我們猜不到的 都是選一些實力馬 預計的 都是選一些守著下跑的 我自己覺得 我先選四隻馬 其實我選來選去都五隻 一號的富高八斗 三號的影疾 六號的綠豆怪傑 九號的彭彭聲 十檔 有一,十多次 十四、十五 已經選擇 夢想成真 從未走過,但可惜好像很想撇開 其實我就想把夢想成真 但是,頭那幾隻 都心想法,可以有資格一搶 變成了,那這間夢想成金 就在四連環 我便會採拍下去 而我投注策略 這場我可能會玩四連環 因為那些實力馬撿了這些檔 其實褲高八斗上次的時間 55秒幾好好的 但是這隻馬 跑過三場 他除了第一場之外 撿過二檔就不太好 那場都是有點左 變成兩場都有遮擋 今天如果沒有遮擋 那就怎樣呢? 加了他六磅 其實彭彭聲我都覺得他跑得好 又是撿過三檔 但是你不敢飛他 他也是跑五十六秒頭的 如果褲高八斗 跑出他五十五秒幾 那你要假設夢想成真 要快過五十五秒幾才有頭馬 如果五十五秒幾 就可能超過很多班 但是你的腳都是難選 我選擇了一號 三號 因為影侄那次小弟中了他 他就在直路內欄 一喘就過了 如果叫我現在選擇 我就在一號三號選擇一隻 一號三號膽 就拖回這隻六號的綠豆怪傑 和這隻九號的彭彭聲 大家如果在六七那裡選擇 即是一三拖九 一三拖九 然後六七那裡我就隨便選一隻 如果不管 Normally 叫我選擇 如果我選擇 如果我選擇 若然夢想成真 沒什麼直撥率 我假設拖回這隻六豆怪傑 我選四個 一號三號膽 拖除六號 和這隻九號就是我個人心水 希望大家勝出 多謝各位參加小弟會員計畫的朋友 多謝大家,拜拜 拜拜